现在的消费者买车都会很在意 车子有没有先进的安全配备 可是人们往往会忽略了一个 车子本来就有而且非常重要的安全配备 就是这一个 汽车的头灯组 尤其是卤素灯泡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因为如果说你的大灯头灯组不够亮的话 你晚上开车 它照射不到远方 可能会造成你的行车安全的一些影响 而且你大灯组不够亮的话 对象来车注意不到你的话 也会造成一些事故啦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汽车头灯组的一些小知识 第一点就是 其实灯泡是有寿命的 就是这一个 因为一般上这种卤素灯泡呢 它可以使用的时间大概是300到500个小时 如果讲你每天晚上开车 大概是开个45分钟到60分钟左右啦 这个灯泡它的寿命大概可以给你那一个一年到一年半 在一年一年半之后 它就很容易会烧掉 所以 如果你的车子呢 很久很久已经没有换头灯组的话 那么大家请注意哦 可能要时刻留意一下你的大灯 是不是还能够正常的工作 如果不可以的话 你就要更换了 第二点其实跟第一点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这个灯泡其实会变暗 我相信大家的车如果是卤素灯泡的话 你会发现 你在买新车或者是刚刚更换这个大灯灯泡的时候 这个大灯是非常非常的亮的 可是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会变得越来越暗 有时候甚至暗到照不到路 这样的情况下 不只是你晚上开车出门危险 而且对象的司机呢 可能也会因为看不到你发现不到你 而发生了一些意外 其实我个人也看到非常多的驾驶者呢 他们的灯泡就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亮了 或者是坏了 他们直接用这个高灯来行驶 这样子的话 你可能会害对面的车车祸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做自私的驾驶者 如果灯泡的状况真的是不好了 就更换掉它吧 第三点 更换了灯泡或者是拿新车之后 记得注意你大灯的水平线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因为我看过很多人的新车 或者是他们或者自己去改了灯泡啊 更换了灯泡之后 他们忘记去调整这个大灯的水平 所以他们的低灯其实是射得非常高 甚至可能连天上的小鸟都被他们射下来 这样子的话 其实跟你开着高灯在路上行驶是一样的 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你们更换了这个 灯泡啊 或者是你们刚刚拿新车啊 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看一看这个水平线 是不是真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不然的话你照射到人家发生意外的话 你心里也过一不去对不对 不过目前市场上已经有很多车有这个 自动水平调整的功能了 所以以上的建议只是适用于一些 车子还没有水平调整功能的朋友 就好像我自己一样 我的车也是没有水平调整的 所以我自己会时常去注意 这个灯泡的这个水平线会不会太高 会不会射到别人 第三点 定期检查你车子上所有的灯 包括你的大灯 高灯 方向灯 小灯 brake 灯 等等等等 因为我看过太多的驾驶者 他们可能brake 灯烧掉了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 还在继续开车 所以他们几时brake 人家也不知道 所以当人家不知道你brake的时候 可能就这样子装上去了 再不然就是你的大灯坏了 照不到路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不要笑 真的都是有这样子的人 在这边可能会有一些朋友讲 我们检查大灯小灯方向灯其实很方便 brake 灯 要怎么检查 我有一个很好的小贴士 要推荐给大家 首先你把车子推到一块墙上面 接下来踩brake 然后看你的照后镜 如果你的刹车灯还是正常工作的话 你就可以从这个照后镜上面看到两边都亮灯 如果是一边烧掉的话 你会只看到一边亮另外一边不亮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换brake 灯了 怎样 这个小贴士是不是很好用 第五点也就是最后一点 如果真的觉得这个头灯组不够亮应该怎么办 我相信会去改装头灯组的人有两种 第一种是真的是 原本的这个灯泡不够亮 晚上真的很难看到路 第二种是为了影 为了影的朋友我在这边忠心的建议你 千万不要随便的去改你的头灯组 不管是LED也好还是HID也好 其实可以的话都不要 因为这个头灯组的设计 是有 根据这个灯泡来进行 一些调整的 如果说你的车本来没有projector 本来就是一些反射镜的设计 可是你装HID或者是装LED下去 其实那个光线是非常非常的闪的 所以JPJ真的有权利是抓你这个东西的 而且你这样的做法也会影响到其他的 公路驾驶者 千万不要以改装无罪四个字 来合法化你改装的行为 因为这样真的很不负责任 如果说你真的是因为你的头灯组不够亮 在晚上驾车的时候 造成了一些问题的话 也想更换头灯组 那么其实我有个推荐要介绍给你 那个就是Oftram的Nightbreaker 首先我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会推荐这个Nightbreaker 因为这个Nightbreaker真的是一个很好 可以提升你四月的灯泡 我本身 亲身经历过因为这台车用的就是Nightbreaker 它的效果真的很显著 它同样的是卤素灯泡 可是它的亮度提升了200% 色温提升了20% 重点是照射范围也提高到了150米 也就是说它可以照射更广的范围 所以你不需要担心 你晚上开车出去的话 会很像在一些 很暗的干坟路啊会看不到路等等 这个灯泡的效果真的是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更换前跟更换后的这个 照明效果真的有很大的差异 重点是Nightbreaker 同样的还是这个卤素灯泡 这个Nightbreaker 它需要的 是55W 其实跟一般的这个卤素灯泡是差不多的 所以 你不需要担心太热然后烧坏你的水影 烧坏你的插座 如果你更换的是HID的话 HID 需要更大的 这个动力来推动它然后它热度也会更高 所以 很多自己去更换HID 的朋友呢 他们都会遇到这个水影 或者是插座被烧坏的这个情况 至于HID 的话 如果说你真的想更换HID 的话 我真的是建议你 整套灯组一起换 因为Aftermarket 真的有很多这个 专门为LED Design 的 头灯组 如果说你不想更换这个头灯组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去动这个LED 比较好 因为真的会造成别人的危险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个 5点关于头灯组的 小知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